很多那個歷史、弟弟跟生態的老師跟我談談完這本書的出稿之後 跟我說原來真的可以點石成績 點石跟鑽石 那這些對台灣本來瞭解的知識我們也大概都知道 那為什麼可以把它變成像鑽石一樣的吸引人 像鑽石一樣的地位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這就是我們要重新思考教學 我們的教學還幾乎在工業社會 在重複的背誦、房東邊一些 我們現在要開始融入創意 為什麼文化創意這麼重要 我們要把我們珍貴的文化加上創意 讓它變成回到原來的風貌 台灣本來就是鑽石 那為什麼會把它變成石頭 因為我們不太了解它 那了解它你還不夠啊 你讀了它這個書 背背就丟掉沒有用 你要了解它 那更深入的去哼起它 然後湧上創意 讓它變成台灣 讓台灣變成世界舞台上耀眼的珍珠 很多老師跟我說 那如果教書是這樣教的話 學在隱形 因為學生也可以從這個學習裡面 知道如何把知識慢慢轉成技能 所以很多老師已經開始要跟我們訂正的書 他說他希望從這裡去開始改變他們教學的方式 教學態度和教學的觀念 靠音樂 非常感謝 谢谢大家